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奥斯卡掌挂风波Will Smith应受更大谴责 粤方是奥斯卡掌挂风波Chris Rock应受更大谴责 由正方佛教沈香林纪念中学对反方荃湾观立中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辩元 甲方主辩陈文乐同学 第一副辩李仲义同学 第二副辩顶俊杰同学 杰辩郑思汉同学 反方主辩陈心仪同学 第一副辩顶俊铭同学 第一副辩顶俊铭同学 第二副辩林卓船同学 杰辩梁敏同学 杰辩梁敏同学 不好意思轩席 我们二副应该是梁敏同学 杰辩应该是林卓船同学 好,那我帮你改名单 谢谢 现在会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 陈日南小姐 拔萃南书院辩论队前队长 刘冠亨先生 以及香港浸会大学中文辩论队前队长 李智欣小姐 本场比赛分为主辩 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台上辩原发言时间为4 3、3、4 每位台上辩原发言时间 结束前30秒会有一叮提示 叮 时间到会有两叮提示 叮叮 过时15秒后則会有三叮提示 叮叮叮叮 本人将打断面园发言 并提醒评判扣分 详细规则早前已发布与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主辩对赛规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话 比赛正式开始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继续延时宜 是咪,是咪 可以 叮 做了个位,本年到我马上翻唱电影上主持人克里斯沃在台上提到 Jata,我爱你,主要I Jack,我很想看,就倒置了她的帐篷,很生气,直过期间,当全球几千万观众左上台,大力打了 克里斯一巴,有多财,更加用粗口肉贸的地方,克里斯沃只好尴尬打完场,看到怎么可以继续 事件引发了天然大哥,Ruth Smith,正式公开表达协议,奥斯卡公方必然禁止她未来10年出帝颁奖典礼 而克里斯沃因为被人批评笑话,笑了病人,是不合格,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都有人受到伤害,有谴责的空间 所以,杏林编题,他要审视,谁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加大,我方认为,Ruth Smith更应该受到谴责,原因有两个 第一,Ruth Smith伤害的人,语言都是比克里斯沃多,克里斯沃用章而无头发的特征作为笑话,有机会会令她难受 Ruth Smith更加是笑话最受伤害的人,无论克里斯沃有没有逐步资料所得,或是刻意放大都伤害了他们 只要受到伤害,他们绝对有权利谴责说话的人 反过,Ruth Smith先是重新看伤害了好朋友克里斯,而当时全世界面前修辱对方更是不亚于笑话的心理伤害 而Ruth的行为引起全世界的广泛讨论,他最希望保护的车子更加因为他而受到伤害 不单只比克里斯沃逼全世界讨论,引起大量网环攻击,最后必须要关上社交网站 面对所有出力者,Ruth自己都知道自己的行为对他们是一种伤害 他声明中向大家道歉,颁奖殿礼本后就是加许努力的人 但大仗的焦点就从得掌者注意到这一巴掌上,事后全世界没有人再去讨论哪个演员 和什么电影获得了什么奖,他们的辅出和努力全都被风光害过 和主持、嘉宾、整个团体制作都被Ruth Smith收害了 如果不是变成风光的话,笑话失去的就是Ruth Smith夫妇 第二,合理发布你行为,需要分量的风气 奥斯卡、金球长等都是攻击给其的年度胜会 如果主持人是喜奇演员,所有人都会期待在开场面听到各地的人的人生笑话 2014年,奥斯卡平常温文主持就用女演员撞拢来开玩笑 就算Ruth Walk的笑话是伤害了人 但他也只是执行他的职责,透过不同嘉宾炒与气氛 而有文文化或者本质或刀或手都会大疗伤害 身材、暖情、背景个人、卷板都会被人取笑 如果有方式语言暴力去显摘,就会显摘风气和传统移民 相反,Ruth Smith作为拥有大量支持者的男人声 当着全世界失去自制使用暴力的影响也远出过这些力度 事后会打人的照片,甚至被人製作贴图风传 甚至有打人公仔的市场验卖 将暴力行为气劫化 根底下的问题是在Ruth Smith的得掌感言和道歉声明中 他竟然说恶是令他属于封凤的行为 他自己失态变解和社会宣扬的是 只要有恶之名就可以用暴力了 事实上有吴宣网民甚至认为打人没错 他保护恶人是真男人 将暴力学你吧,作为中文的偶像 他风暴征服务这样做,见女生曼提摩耳 都看不过眼,他说爱护恋你做风暴律事 是有毒的,希望今晚看见你的小朋友 不要学他吧 风暴中,Ruth Smith的身份和做法 令暴力找到藉口,对社会宣扬影响更深 最后想问一下友邦同学 如果你认为Ruth的演奏 是不是所有的人画画都应该被人打? 多谢各位 夹方主辩所有时间为3分47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月方主辩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时言 可以 正 正在各位,辩题讲到 在Will和Chris两个人都有错的前提下 比较哪个要受更大的谴责? 转夸风暴中,Chris姓姓自己在 不知道Smith太太Seda有说法病的前提下 表示希望见到他在某部电影 飾演降头的女主角 攻击起两夫妻的不满 但可惜友邦今天只是将整场风暴 归咎于Will Smith的夫妻心执使用暴力 而只是将Chris的旗子言论散化成一两句字画 完全没有公平比较过二人的错误 哪个更大? 其实Chris并不是第一次以动督笑形式 发表旗子言论 早在17年,在第88届奥茲卡 他就以相同形式发表 种族旗子阿裔的言论 当时被各界批评后 身为主持人的他 应该在受到批评之后 把普世话的分数仅然震行 但他事后仍然不知悔改 继续以种族、身体特征等 作为带动气氛的题材 因而造成长伐风波 欧洲委员会指出 任何鼓吹对个人或群体 基于呼吸、疾病或个人特征的侮辱 及负面承电 都会构成仇恨言论及言语暴力 而这些言论往往会对受害者的心理 无意间就会成极大影响 今天我方承认 Fool Smith打人的确有错 但要看谁 要受更大的谴责 从来都不是 只是看那几秒的打人画面 而是要理想事情的前因后果 故此有方要静立各方变体 对论证因为维护他人 而引起的肢体冲突 比起歧视和挑起仇恨的言论 对个人和社会两方面 都有更负面的影响 我方赞成越方变体 原因有二 一 审视前因后果 事后承担责任 有光今天说Chris 只是炒热气氛 当Jader已经公开声明 自己有免疫疾病导致缺法 并主持自己介意 Chris为了挖重取宠 拿Jader的光头造型来开玩笑 把笑点建立在痛苦之上 身为动作笑演员 Chris已经避开此类歧视言论 父想应有的言行责任 说者无心 他情者有意 不可无视差人感受 但当言论一边倒的情况下 他几乎没有受任何的传媒 业界公开声讨 亦没有为行为 父想应有责任 来事后道歉 再看回Will 其实他以往都没有声音记录 而今次是基于无法忍受侮辱 正笑话 为了出一口气 才出手打印 而且他事后都已经公开道歉 并且决定放弃 美国演义学会会席 主动承担责任 以人的立意及事后担当 已经高下立见 在庭里城区 善角受更大谴责 而以笑话作包装 鼓吹其次封气 有方觉得 在颁掌典礼上讲笑 并没有严重性 其实无论他是不是知道 他有没有病 也好 Chris当中拿外卖讲笑 本身已经带有欺笑怒骂的成分 不是颁掌典礼上的恰动举动 就算事件发生之后 他都未成为言论道歉 或者收回言论 任由他持续发酷 其实他都不是让人身攻击 不在问题 更甚至是奥斯卡主办方 和业界都没有就此作出批评 Chris的动督笑 只是一个表象 背后代表的是 不受控制的其次封气 而与暴力 当各方面都不承认 他的言论有错 一边缩谴责Will的时候 暗地里反而是助长其次封气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心理学研究指出 当公众人物持续发布此类言论 更会带动民众天见 甚至其次语言将会常态化 早自今次自己一样 是 换言之 有方口中轻描淡死的笑话 事实上是会对当事人造成极大伤害 因此对Chris的谴责 不单止于个人声誉层面 背后更加重要是 带出信息给公众 所有歧视或仇恨言论 都不应该受鼓励 从而抑制这种风气 最后请问有方 比起暴力 以笑话包装的歧视和人身攻击 谁对受害者带来更深远的伤害呢? 多谢各位 月方主便所用时间为3分57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是台上发问环节 先由隔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月方主便提问 发问时间为1分钟 之后月方主便会有1分钟准备时间 然后1分钟时间回答 提问和准备一样 于限时到达前15秒 会有一丁提示 叮 时间到则会有两丁提示 叮叮 接着就轮到月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 向甲方主便提问 请评判注以填写分数的次序 月方分指第一格 这次发言次序是回答分数 第二格才是发问分数 现在有请隔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你有1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是米 是米 清晰的 可以 叮 各位 JEDA 我爱你 JEDA的续集 我急不急不急不急想看 请问有个堂 这句笑话 为什么会对其他观众 公众人士 或者同样有这个病的人造成影响呢 我分不可认 它确实可能伤害了JEDA 有什么可以留下 是否全部的这些班长的离 都应该取消 取笑这个环节 有可能解答 多谢 岳方主编现在有1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叮 时间准备 time 数捏 所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公布itt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来都不会主动去取笑别人的样貌 而是更加多是可能以一些服装 可能大家不太在意的东西去取笑 所以有方跟我这个位置说不过去 而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在奥斯卡的公众场合之下 其实他是不是有责任去知道整件事呢? 甚至是Jaga其实多次强调了自己有病之前脱犯 Chris Rock被受批评之后 都是不道歉任由言论去继续发烤 如果他真的没有恶意的话 为什么不道歉呢? 最后想问有方跟我 他为什么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奥上责任呢? 多谢各位 隔方主辩现在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叮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请甲方主编回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准备 可以 叮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的发问 首先你要问 为什么 Cuzmoor一直都不回应 其实他想冷却整件事 保护一下他的朋友 因为他说不说这件事 他们都会继续 的话题是一直延伸的 如果他回答了 的话题会越来越多 所以他不回应 就是想冷却自己冷却处理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有请甲方第一负面发言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视野 准备好 准备好 好 同学有两个很大的错误 第一 错误的行为标准 用英国关系去比较 首先我想问有关一个问题 Jada哪里有说过自己有病 有关同学说 因为是Chris Watts 先说笑话 先导致整个风暴发生 才想问有关同学 是不是我做错事 无论你做什么 的环境 都不应该受到更大的谈则 一个童年被人虐待的人 长大后杀人各个 是不是都可以不去谈判他呢 我不交络教练生气了 是不是看法我都不应该被接纳呢 有关同学说要论静 为什么这个人虐待 再者 这么多年 大家说这么多的笑话 都没有养成风光 如果Museep没有控制 没有失控 根本不会出现后续的 一起固定认识 有关怎样证明风光是 由笑话而起 不是一巴掌而起的呢 第二 语言伤害的严重性 有关说到语言伤害 暴力导致 Grader受到伤害 答辑题是说今天的事件 有关典论Chris Watts 的笑话 带来你们口中的恶果呢 如果真是这么严重 为什么这么多年的班长展示 这些说笑话的文化呢 如果作为一个喜剧演员 说笑话可以上过上线 成为这么严重的社会伤害 我方想问右方 是不是要禁止说笑话呢 在你们的世界里面 什么类型的笑话才是容许呢 想反问一下右方 今天右方就说了很多理论 带来语言暴力 有什么伤害 但是请问自己 请问Grader自己有什么实质 请问Grader有什么实质的 心理伤害呢 请对方用报告去回应 再作各位 右方说Vill Stig 希望保护自己的妻子 但我从来都不是用这些 激进手段的技巧 不讲狼欺 讲后果 打完人 最后反而令自己的妻子 更加难堪死亡闻闹 甚至连曾经出轨的情人 都收到杂志社的钱 却要爆裂 本来只有一句说话 令妻子真的受到伤害的是Vill Stig 看回传绝风光 Chris Walks没有跟Vill Stig计较 令典礼顺利进行 连奥斯坚的导演Will Parker都表示 当落策机警官要用攻击罪名 对Vill Stig带来 Chris Walks多次评计 不用提供 Vill Stig才可以留在场里面 拿影帝奖 而Chris Walks事后不作任何回应 是因为他无论说什么 都会被媒体放大 找材料攻击 令那些电力继续失掉 冷冲是令Vill Stig尽快落幕的最好办法 但Vill Stig的冲动 导致大家根本无罪关注的东西 谁是最佳女主角 谁是最佳电影发生的方 一会跟我们讲解 大家只记得夸张 现在努力了好自己的角色 更加受到显得力 作为一条比较问题 有方不可以单单 Chris Walks哪里做得不合 说他先聊这线 大家要和大家比较Vill Stig的行为 为什么影响教室 最后想挑战有关 如果比较总裤 你说我主编看 我冲过去打你 那哪里应该随少资格呢 丁丁 多谢各位 越方第一负变所用时间为3分01秒 无过时而无需扣分 接下来是甲方第二负变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视线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清楚 听识的 好 准备好 你可以退后多两步 拍到个人 是的 好 准备好 叮 除了各位来的一副位置 我们不妨分开两个方面的索尼股 今天我们先看个人的 今天有个方法 不应该只是看过一分钟的视频 而是看背后的原因 我方专面跟你说 Vill Stig的主意 其实是为了保护她的老婆 只不过用错方法 那方是同意的 只不过她觉得 其实可以有更加好的解雇办法 她这么情绪激动 这就是她的问题 但其实事实上 今天Chris Roth是一样的 为什么她一定要用人生的来做笑话 我方专门的推量是论性不好变题 我方专门又说 她都不知道Jada有病 事实上是什么 Jada是已经公开起 社交媒体说她有病 而且她非常介意的时候 再者 就算她当下不知道她有病 事后她应该都知道Jada有病 为什么她不道歉 她本身都觉得这件事没有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她这样的态度 都可以不受到谴责呢 第二 我们再说社会 其实有可能我觉得最大问题 就是他们两个都一起搞到 奥斯卡本身的奖案没有人体力 但事实上是什么 这个风波是两个人都有错 两个人一起造成的 何来只有Will Smith要受到更大的谴责呢 应该有可能以后的电位解答 有可能又说 不是啊 Chris Roth今天早上炒热气氛 但我方其实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她明知道Jada有病 都可以当笑话 当然人生攻击从来都不是幽默的一部分 如果炒热气氛就是没问题的话 是不是所有的种族歧视 性别歧视 这些全部用笑话包装 都可以摆上去奥斯卡的班长台上唱所欲念呢 有方来又说了 不是啊 奥斯卡文化一向都是这样的 都会拿别人来笑的 这个不是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当这件事 假设我们今天94届之后 整个文化 令到Chris Roth 为什么说错话都没有人谴责 那这些种族歧视 是不是这样下去都没有问题 令到社会一种这样的风气都没有问题呢 有方来说 Jada也是受到伤害 今天我们看到Jada在图里面 当场反白眼的时候 这种伤害是不是可以不看 是不是就可以代表 今天Chris Roth说的笑话是没有问题 而不需要受到检测呢 事实上 其实整个风波的出现都是有迹可循的 在2016年的奥斯卡 Chris Roth拿到阿裔来开玩笑 内容包含 内容包含亚洲同工问题 大种族证明 事件在当年已经引起 《纽约时报》 《华盛顿游报》 媒体批评 台湾导演李安 日约演员 乔治武井等25位 亚裔美国影院学院的成员 亦都联名发出抗议信 而学院虽然是声明道歉 但却没有对Chris Roth 穿了批评或者承转 更加今年再邀请他担任嘉宾 去自由创作 这种放任派对于 就是Chris Roth的踩解风格 Chris Roth自然是故技从事 造成这次的风波 虽然Chris Roth的言论不恰当 但他受到的批评 比上次更加少 甚至受惩罚的就只得Will Sweet 正如由方主角所说 他是被人十年之后 不准再参加奥斯卡 但另一方面 学会还要多谢Chris Roth 对他作为赤字不提 甚至乎名利相收 他的喜剧场已遇受票房 事后瞬间升高 这日之外 卖到以前要买一个月的门票 还要炒到两倍的价钱 当时 都觉得人生没有问题 只是得道歉那个授指责 整个事已经是恶性循环 任由仇恳 令他颁奖台上不断地出现 今天Chris Roth可以全身而退 有方来如何保证将来 谢谢大家 跟正刚才那位是月方第一副辩 他的发言时间为3分14秒 没有过时没有过时 所以扣分 接着是有请隔方第二副辩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街示言示意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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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叮 各位今天分析辩题 我们从三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行为层面 今天有方人就跟我们讲 其实Chris Smith 你现在采用这个肢体的伤害呢 其实是因为他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去保护妻子 好了 今天我就想问有方人 今天一个老师被一个同学 笑他是肥仔 是不是代表我们这个老师 就可以走上去 用个掌挂的同学 去看乏他呢 所以你看到的是 有正当的理由 不代表你什么都做得 不代表你就可以使用暴力 所以正正是有方人 今天有这样的说词 才为Will Smith去证明 就是说说 今天有方人已经是以为暴力 可以容忍了 只要你有正当的理由 你就可以使用暴力了 但是我们想回 过往我们讲的说 人家伤害你 抵毁你 你应该要做的是冷静 和理性地去处理 而不是采用暴力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有方人 正正就是Will Smith的帮兇 是说提高了人类对于暴力的底线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 给我们看一下有方人有什么立场 第一个有方人说是因果的长辞 今天是因为Christophe说了笑话 Will Smith才是打他的 这个问题就是 是否Christophe说了笑话在先 他就应该受到更大的认识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不是 Will Smith他打赢了这个行为 其实造成的影响 其实是比起Christophe这么大的事后 所以我们应该从事件的后果来看 又不是从因果的关系 所以请求他搞清楚 第二件事 今天我们在台上认识的时候 是否所有取笑嘉宾的环节 都应该取消呢 有可能不够敢打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 真正引致这些伤害 无论是说笑话也好 或是人声攻击也好 其实不是Christophe 而是他说他背后的笑话文化 今天Christophe在台上 只不过是在做他应该要做的职责 他的角色就是想他说笑话 所以真正要显责的是 Christophe本人 也是他背后整个的风气 再说来到第三个层面 我们看看两者所造成的影响 今天武方从来没有认识过 Christophe有实际对于 Jayna Smith造成的一些伤害 就是说心理上的不满 但是对比Wil Smith 我们看到 Wil Smith更加应该受责人 为什么 首先Wil Smith的这一巴掌 才是令妻子的病情 公主于众的主因 而不是Christophe 因为如果Wil Smith不打这一巴掌 其实他老婆的病人可能知道 大家只会当这个笑话 是众多笑话当中的一个 所以Wil Smith真正伤害了妻子 第二件事是他概括了所有其他得罪者的通透 今天我们看到什么 没有人会讨论 公司的最佳影片是谁 没有人会去街掌这些电影工作者 大家讨论的东西就只有 Wil Smith打人 而且第三个最重要的影响是 今天正如武方和我都在 为Wil Smith辩护的时候 正正就看到这个 就是Wil Smith最错的地方 为什么 他今天向社会宣扬的 看出暴力的信息 你有正当理由 你就可以打人 你为了保护 你美其名的人 你就可以打人 请问有方说 今天你说了一句 我不跟他说 是否我可以直接去打你 你又愿意 收入在这样的世界中 谢谢各位 杰方二负所用的时间为3分11秒 没有过时 无息扣分 接下来是月方第二负便 你有3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向镜头示意 是否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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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听到 可以 评论 各位 来到二负位置 有方说 有方说 评论 有方说 前后盲盾 有方说 已经承认了 麦克林斯科 是语言暴力 但是 后来又说 门远不力的伤害 不及肢体暴力 甚至说 原来 杰达他自己本身 是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我方一本已经说过 原来今天是有反白眼的时候 有方是答不到 甚至觉得杰达他自己 是没有表现过自己有病 但是我方主编 已经说过 原来他今天 一组在社交平台 已经做了声明过 自己是有这个疾病的时候 有方跟我说 他什么时候 他说过 有方说 甚至今天有方跟我说 言言暴力是不要紧的 我说一下小姐 我查一下 查一下下个气氛 所以其实如果今天 就好像今天有方 托说的例子 我今天拍完听你 我说小明是肥仔 我可能会说我自己是开玩笑的 我说我为了打托说 我不知道他不开心 今天不代表问题 就不是我到 其实今天一句笑话 求不求成伤害 主要就是在于 一个受害者 他自己怎么想 今天最伤害的 往往不是拳头 这么深刻的是 今天有方跟我 一些不经意的说话 甚至就好像 有方跟我今天的态度 觉得这些笑话 是不要紧的 第二 今天有方跟我 扭曲我方的立场 有方跟我说 原来今天 Wil Smith 受到伤害 所以我反正觉得 他大量可以杀人 首先我没有说 Wil Smith 是无需受到谴责的 我们都没有说过 我们是可以容忍这种伯力的 但我们根本要看回 他事后是怎样处理的 我们今天看到 是Wil Smith 事后有道歉 有担当 而反而 Wil Smith 是根本就没有任何表示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 谴责 Wil Smith 第三 今天有方跟我说 今天他不打 就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就没关注 Jeda 就不会受到伤害 其实今天两方都有错过 不是 因为 他一开始说 笑了Jeda 所以他不是受到伤害 而不是 这件事情 有没有受到关注 而令到他受到伤害 所以今天有方跟我说 是无论证过那边 所以当今天社会现况 是没有人向 Jeda 担责的时候 反而是个个在吃花针 看电影的时候 那并不是好像 那些观众那样 那些东西无所谓 甚至是可以说得出 原来 言语不论是可以 不会令到人受伤的 我觉得是很深渴 其实有方都承认Jeda 是有错的 但是他今天错 又是否就是错 他说了一句笑 当今天立义方面 其实有方说不过去 就算我方一步 撇除立义 撇除他护青心志 撇除一切假设 即使Jeda 是没有受伤 即使Chris Rowe 是保身的 那些问题的本身 有方只看到一两分钟 但是一个主持人 他应该承担的责任 有方看不到的 今天Chris Rowe 他作为一个主持人 他应该有责任 去了解整件事 甚至他之前 已经有类似经历的时候 他是更加应该人以为解 有方今天不明白 我们财责哪个多些 会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所以今天当我方一步去问 有方今天我们会去选择的时候 有方怎么保证 是不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那方是回答不了的 就是因为今天Chris Rowe 基本上零选择的时候 他说得很错的 所以他这些事件 永远都会发生 谢谢各位 月方第二负便所用时间为 三分零六秒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轮发问 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看镜头并试麦 谢谢各位 甲方的台下同学在吗 甲方同学你应该还没开麦 是 是 是 甲方的同学 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 主席主席 是 是 是 听不到 好 主席不好意思 我们的台下已经开了麦 可能 麦的上面有些问题 所以 听不到他说话 所以 可不可以稍等我们一会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都请评判和月方同学 稍等一下 都请甲方的同学 尽快可以处理个收音问题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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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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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甲方的台下同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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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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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甲方和 评判有没有问题 其实 因为月方的同学 都很清晰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開始了 現在有請隔方的同學 你可以進行第一次的台下發問 在座各位,有方同學今天說 Chris Walk 並不是第一次說這些笑話 但變題只是討論這次的風波 所以拿回之前的東西來講 根本是不合理的 其實有方同學全場都只是執著 Chris Walk 並沒有道歉 但他的笑話傷害的人並沒有宣揚暴力嚴重 根本無須要公開道歉 如果今天Chris Walk 有道歉的話 有方同學還有什麼行良標準 來行良誰更應受顯擇 如果誰道歉就無須受顯擇 那想問有方同學一個罪犯 是不是出了道歉聲明 哪怕殺人放火 都不應該被顯擇 多謝各位 月方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 開始計時 Ding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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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我们今天的罗室是当今天他到了罗室 他就知道自己有错所以可以入到一个地方的根拳 不然今天克里斯坡是完全没有过血子的时候 他完全不需要用自己做错的事情去负上责任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要选择他多些了 有时候还说原来一个杀人犯 他到了罗室就可以说他没错 今天有本罗对罗室得多了 今天我们当法庭判刑的时候他怎么判呢 今天负多次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负多一些刑嘛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应该聚焦在这次而是要看回整个市 整件事的责任效果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去选择的时候 这件事就会被决定的 甚至是在奥斯坡发生很久的时候 原来一个鞋子在克里斯坡演出的时候 取笑发生别人 他将是觉得自己没错 甚至是第一次他访刺 他在决定的时候 都会选择举功的离品 但是有一个压力的状况 静静时间已结束请月方停止发言 现在请月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听到 清晰的 可以 定 再继各位 有方说以前奥斯加都有取笑环节 从而论证Chris Rock取笑人都是没问题 但有方一个例子都交不出 我们不如看看以前的例子 13年奥斯加Jenny Flores 领营后 结果被李福踢到五体投地 主持人立刻拍手掌 他随即自嘲 站起来拍手掌 是不是同情我跌倒呢 哇 多谢你啊 再看15年 演员Patrick Harris到终点表演的时候 模仿当时入围电影的投身场面 全身脱正条底裤 引起全场爆笑 但众多例子都有共同点 就是当事人接受到 但今次的主角Jeda 当事人公开表示有免疫疾病 事后Chris Rock都是没有道歉 所以想有方解释 过往李子和时次风波有什么可避之处 和以前的事情成立都是一样呢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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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方现在是一分钟准备时间 继时开始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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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今天有方就说以前一直都有讲开笑 是不是又没问题呢 我方从来没有这样讲 我方一直都因为讲笑 可能真的会对他们造成心理伤害 但是以前一直都有讲笑 代表做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背后的风气和文化而已 所以有方的学生不能够纯粹只是拿一个人出来显摘 而应该要显摘的是背后整个风气和文化 今天学校有人欺凌 而是每一个人都欺凌的时候 有方的学生不可以只是显摘某一个同学 而是要欺凌 而是要显摘这个欺凌的文化 而不是只能找一个人出来去显摘 再者今天Will Smith有道歉 但Chris没有道歉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Chris不道歉才是最好的回应 他不希望整个时候继续发烤 因为他一大道歉 这些人就会把马路指向Will Smith 对Will Smith是一个更大的压力和伤害 而Will Smith为什么道歉呢 正正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行为 但是对公众很多人都会有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读协 你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读协 请发言时间已到 请停止发言 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辩元发问 请辩元开启镜头并进行试麥克 试麥克 清晰的 你有一分钟的发问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好的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做了一个伟友方同学 今天是讲到取笑别人生理特征 在Chris Wall开创先河 但是2014年 奥斯卡女主持就拿别人的女嘉宾 撞拢开玩笑 香港金像奖领领林敏聪 就是笑别人演员白纸肥 白饰白猪 所以这些文化是全球 甚至是嘉宾自己都免許的 也不是Chris Wall开创 如果有方觉得这些笑话是歧视 伤害很多人 我想问一下有方 现在联合国这么多年来 都不把这些人定罪呢 还有笑话本身就是会令 它的本质就会令人不开心 以后是不是全部笑话不可以说 谢谢 月方现在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叮 结束了 不得了 有機门 是 不得了 谢谢观看 叮叮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月方派出一位辩元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准复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听不听到? 有点回音 音乐好一点 OK 好 叮 今天有方派就问了 是否任何开玩笑都不行 但当时我们看到 仰环笑是涉及到有病的人 其实是否已经涉及到人的病情 这些不是笑话 而是一种伤害 若然我们开玩笑都是用取笑 将自己发现了别人的痛苦之信 过去的风气一直都是错误的 那才是今天我们要谴责 加以重视谴责才可以表现到 这种错误的风气 更重要的是什么? 根本以前都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方派今天举的例子 是什么? 是今天金像奖取笑白纸庇的时候 重点是白纸是没有任何的疾病 Jada一个时候的疾病 都是没有得对比的 重点是白纸的时候都没有接受不到 但我们今天看到Jada 当场反白眼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笑话不黑暗的例子 是 是 谢谢各位 请愿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 发问 请便员开起镜头 并进行试咪 试咪试咪试咪 听不听到? 听到清晰的 可以 试咪 再说各位 今天有方说 Will Smith是因为帮老婆出气 而打人 就是等同于合理化暴力行为 有方甚至曲解我方 或我方宣扬暴力行为 甚至将打人和杀人做类比 但Will Smith在事后公开发表声明 说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有害 在颁奖典里的行为是不能接受和原谅 甚至自愿接受当局的惩罚 十年不能去奥斯卡 但相反 他有漫步和有方说 就算克里斯沃当刻不知道当事人有病 但当他得知他有病之后 他是应该要道歉 但有方义父居然说 他是希望能够冷处理事件 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 即是按照有方的逻辑 Will Smith不道歉也可以 但就想问有方同学 如果Will Smith真的是合理化暴力行为 他大可以不道歉死产 相反他为什么要发表声明 表示自己行为的错误 叫大家不要学习呢? 多谢各位 贼方现在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叮 费费 费 费 人 费 费 费 丁丁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政方派出一位辩员回答 你有一分钟的作答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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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的 可疑 各位今天又不如说我们是曲解了他们 说他们是合理化暴力 但今天真的在合理化暴力的不是我们 而是Will Smith本人 他不断这样做一些公开的道歉 因为为什么 正正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做的行为是很错 错到他要道歉的地步 所以他才能够以这样的罪 但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讲说Will Smith更加应该受到原则呢 是因为我们看回他的身份和地位 以及他所处的场合 奥斯卡一个应该是宣揚正能量和鼓励的地方 他竟然用暴力的行为去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看回那些是Will Smith作为一个英雄 作为一个偶像 他们的粉丝和追随者 那些小朋友看到会怎样想 今天我为了我心爱的人 我就可以使用暴力了 我就可以打人了 这个正正正在提供人类对于暴力的底线 所以今天如果是任何一个人 如果是游方和我今天在台上去打人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今天为什么 Will Smith更加应该 叮叮 请停止发言 现在已久 台下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会是结变的准备时间 双方结变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现在开始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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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先由粵方作總結,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向介紹完事件 是否聽不懂得清楚? 清晰的 可以 屍體暴力等於最大惡極,欺笑怒罵等於取悅大家,這就是由衡服我今天的立場 評判主席,各位第一好,身為電視機前的觀眾之一,在一分鐘半分鐘的影片中,你和我對同一件事都可能會有不同的立場 而身為觀眾分析一件事的全貌,又是否只看一分鐘就知道是非黑白,誰對誰錯呢? 身為一個理智的觀眾,我們不妨代入持份者的角色,詳細解讀非常風波 首先,代入主人工Jada,今天的你受病痛折磨,甚至有方今天跟我們說Jada其實沒有說過自己有病 但事實就是Jada在社交平台跟大家說,這是我心命中一統據見到的時刻之一 鼓起勇氣出席頒獎典禮,結果台上的主持人幫著全世界觀眾的臉和你說,拿你的病症講笑 不知你又是怎樣的心情呢?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身為一個主持人,他的積極素養 是否對這件事就完全不需要負上責任呢? 甚至今天Jada患上的班戶其實並不是一種罕見的皮膚疾病 帶入同樣患病的觀眾,他們的解讀又會是怎樣呢?難道他們不會聯想到自己的痛苦? 難道這些所謂的笑話,大家空彤大笑的時候,並將快樂遍到他們身上呢? 所以其實今天又方和我立場底下,以後出現任何形式的言語傷害 其實通通都可以一句說笑,一個戲劇演員的身份就可以一級大過這些言語中心 甚至呢,原來今天不負責任,在事後不道歉 都可以以不想媒體擴大整件事,想冷卻整件事去包裝美白 再看看又方今天的立場 其實又方和我今天和我們主編和葉佛都承認了Wil Smith是立意無問題 只不過呢,他實在不應該拿打人的風去解決問題 所以下去了,他告訴我們,其實沒有人關注這件事本身的 頒獎禮,即是沒有人關注頒獎禮本身這件事 因為呢,這些關注都被打人這件事分弱了 但我方一步都問了你,兩個人都有責任的時候 為什麼Wil Smith要承擔更大的譴責呢? 又方和我呢,後場甚至都沒有說過,沒有回應過我方 都放下了這個論點了 又方和我呢,台下還告訴我方聽 今天報協是否代表沒有錯? 但我方都答了你了 報協背後代表的呢,更加是他自己認識不到自己有錯 這個問題受不到重視 又方甚至問你呢,奧斯卡過往搞事呢 其實當時人在意,而且不是人身攻擊 因此Jada是很在意的時候 又方承認了,現在的風氣是有問題的 而今天本身提示問題都有問題的時候 才需要去譴責打擊 有可能我都沒有回答過 還有各位,其實今天呢 接受了Chris Rock這個所謂無心的說話 他日,這種言論呢 只會比起螢幕前的那個拳頭 來得更加有傷害性 其實奧斯卡過往 這麼大迴響的風波 可能是十年八年難一遇 但跳出螢幕呢 其實社會上每天都不斷地上演這些事件 跳完欺凌,言語暴力 今天呢,只要一分鐘的片段 但是後續轉向有多少個一分鐘呢 甚至你今天知道呢 其實兩個人的立義呢 Chris Rock都只是 Will Smith都只是懷著一個 可能他的出發點都只是想去保護他的妻子 所以在一個衝動之下呢 他就選擇了這樣的行動 而Chris Rock今天呢 是為了說笑 所以兩個人這樣比較平台之下 其實立義已經高下立見 所以甚至是今晚呢 從來都不是我方會誇大整件事 而是有承擔責任的Will Smith呢 反而是受到更大譴責 而不知會改的Chris Rock呢 反而大家呢 是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今天呢 其實 告訴你聽的就是問題 從來都沒有被重視 因為類似的事件呢 欺凌、暴力這些問題 從來都只會殘出不窮 在一個奧斯卡的翻唱片裡 說笑原意呢 都只不過是為了博大家一笑 但當螢幕前的你今天都覺得 只是一個笑話 這場喜劇都只會是悲劇收場 多謝各位 謝謝 月方結辯所用的時間為4分10秒 沒有過時無需扣分 最後由隔方結辯作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點頭示意 有請隔方結辯的同學 是 可以 可以 叮 2022年5月24日 即是4日前 美国一位18岁的年轻人 拿着把枪穿越一家小学 导致21人死亡 其中19个 即是连10岁都未到的小学生 各位 悲剧 是一场悲剧 很多悲剧发生 都是因为当事人被嘲笑 元朗甚至折磨 读佛教学校的我 整天都讲因果 所有的恶果都有前因 所以辩题问的是 是哪一个更加应该受到的质疾 悲剧 对于Jayda Will Smith 乃至整个电影圈来说 二一次的风波 都是一场悲剧 回顾全场 有风筝就搞不清楚 那个因是什么 他们以为Chris Rock的笑话 是个因 但大家看过班长典类 就会知道 由奥斯卡到金马掌 再到叱咤风云 班长来 林文聪 林海峰 他们一出来 大家就有心理准备 被人摆上袋 如果没有人冲上桌 没有一个笑话 都只不过是 翻了准备的点缀 所以今天的风波 是因Will Smith而起 又发一连传的悲剧 言论对于当事人 是一统伤害 他们是否受到谴责 又令人不开心 我都有权利去谴责你的笑话 但是作为观众 我们在免許这个机制 又为什么要演扎一个表演者 正如如果你觉得 动物要表演得很惨的 你应该去演扎那个 马戏团的文化 而不像有光一路看表演 一路演扎 寿司 寿司反方误会了 我们认为肢体暴力 言语暴力更加严重 我们从来都没有说 打人更加需要演扎 如果有一个贼仔打击你的 你用暴力制服他 没问题 但是辩论是有特定的场景 我们要考虑 我们哪一个 就在掌握基于他的场合和身份 一个颁奖礼 暴力和粗口 就一定会被媒体放大 带来牵然大波 而不是所有的暴力 都比语言暴力更加严重 所以有分今天的角度 根本就不合理 回顾全场 有分不断地提出 Mill Smith有道歉窩 所以他就不需要受到掌握 但是如果今天Chris Rock都有回应 都有道歉的话 那是不是Chris Rock 今天就不需要受到掌握呢 这个标准 今天就说不过去 来到台下发问 我们又问过去说笑话 和今次 和过去说笑话 和今天有什么关系 今天的辩论是讨论这一次 但是这一次 Will就是比Chris更加大影响 所以他更加应该受到掌握 对于Will Smith的网状 伤害了他太太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枪杀案的受害者 一样是被伤害的 哪怕什么原因都好 造成的伤害越大 就更加应该受到掌握 这一点 由方都解释不了 都没得反驳 由方今次不敢跟大家 去分析当事人的身份 和场合 辩论 辩论 辩题 是有特定的场景和对象的 所以他们 所以我们今次不可以忽视这一点 Will Smith过去几十年的经营 令他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男明星之一 甚至是黑人社群的偶像 打出的一巴掌 就像令人说粗口打人 比起一个普通人更加应该受到掩扎 每一张迷恩图 每一个支持Will Smith的言论 都是对暴力行为的美化 比起暴力本身更加令人心狡 如果我投诉 有方诽谤我作资料 这样扣分的可能是他 但如果我方教练拍摊 甚至攻击有方 这样被人取消资格 和牵扎的 就一定是我们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同學留在原位等候 最佳辯論提提評判 最佳辯論員需要額外評分 每位評判請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票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為20分 餘下一位得10分 亦請評判完成分子的評分後 可以在聊天室跟我說一聲 你已經確認了我就可以了 讓我知道,謝謝 謝謝 收到陳小姐的,謝謝 謝謝 謝謝劉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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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麻煩你小姐 現在我們有請三位評判 給雙方今天的表現給予意見 現在我們先請香港大學語言辯論隊 前隊長陳日南小姐 是 首先引擊雙方用心準備比賽 可能就大家有主要討論的東西給一點點意見 首先先講雙方 雙方他兩個的論點 第一個的論點就是說 Will Smith他把整件事 就是他老婆的病 帶給全世界討論 所以就應該要受到更大的譴責 我覺得一開始聽 我覺得這個觀點都挺有趣的 但是你們背後的論據就是說 本身他老婆的病情是全世界不知道的 但是因為他搞大了整件事 他突然上去打了別人一巴掌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了 但是這個 雙方他是有回應的 他是說其實他本身應該是 已經是公開了他的病情 因為他社交回體上面 他應該是有解釋過這些事情 但是對於雙方這樣的質疑 雙方之後是沒有再追蹤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不知道是雙方可能他 可能是資料上 可能他不是很準確 還是在想你會不會有其他回應方法 想到雙方他這樣說的時候 雙方有其他回應方法 但是你沒有出到呢 所以這個位置我覺得雙方可以思考得認真些些 那到底在你們硬中這件事 本身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還是全世界不知道呢 如果你是想說 他本身這件事 可能是有些人知道的 但未必是發大到這麼大的時候 那可能你們用智商要準確一點 而不是說本身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之後他一打完那一巴掌 全世界都知道 那這個可能是第一個要注意的位置 然後呢 第二個位置呢 你就是說 Will Smith 他合理化了這個不良的風氣 但是我就會比較想聽多一點的 就是你如何演繹 他真是合理化這個不良的風氣 因為其實去到後場 我不是很能夠聽得出 到底他如何是宣揚了這個風氣 或者其他人怎麼看呢 其實你們主編曾經有提及過一些 類似就是說 其他人呢 他就覺得以外之名就可以打人了 或者是他打人的照片 就不知道怎樣被人製作了一些貼圖 或者被人製作了一些產品 到底背後是代表了一些什麼呢 到底那些人是真的支持這件事 還是他純粹都是可能想嘲笑Will Smith 那這個我是有一點點疑問的 所以我也會期待就是會不會後場 你會演繹多一點 就是如何合理化這個暴力的不良風氣呢 那我覺得這個位置也是有一點可惜的 而同樣去到月方 月方其實呢 第二個論點呢 都是講一些不良的風氣的 他是講一些歧視的風氣 那反而我覺得月方在這部分 會做得比格方好少少的原因 就是在於其實他去到後場 都有嘗試說很多就是 為什麼不良的風氣是被人傳播得到呢 那這個不良的風氣 你們就是講歧視、開玩笑的風氣 那我是接受的 然後之後呢 隔方的回應就會是說 但是這個是過往奧斯卡斯做的事情 過往都有很多這樣的笑話 過往都有很多人做過這些事情 然後就去反駁這個可能是一個開玩笑 是一個正常的事情來的 那然後呢 月方他再進一步的回應就會是說 那正正就是因為大家覺得這件事是正常 所以就有問題了 所以大家就是忽略了它 或者就是令到整件事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才要受到更大的譴責 那我減到是這樣 我覺得月方其實這個說法來到這裏 我都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有些事情是沒有給人 就是有些事情可能大家都覺得比較上是合理 但是不代表整個風氣 是真的一個好的風氣 就是例如大家可能覺得 瘦華是好一點 但是不代表這個是好的風氣 我當是這樣 然後去到隔方呢 他的回應就是 隔方有一個新的回應 他會說 不是 那你應該譴責的不是那個人的本身 你應該譴責他背後的風氣 例如可能是校園欺凌這樣 你不可以找一個人出來譴責 你應該是譴責整個校園欺凌的風氣 但是我心想 嗯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這麼 這麼 怎麼說 這麼有衝突呢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譴責整個風氣同時 我都可以譴責裡面 做這個風氣的每一個人 我不代表是我背後有這個風氣 就代表那個人 他沒有做錯 或者他不需要受到這麼大的譴責 那我是期待月方指出這件事 但是 可能詳細的回應 又沒有很直接地指出 其實背後的風氣是有沒有錯 我承認他是錯 但是代不代表 我做那個人是沒有錯呢 因為其實你本身主要是想說 他是助長了這個風氣 但是其實這件事 隔方看出來之後 月方可以很完美地跟他說 就是他助長這個風氣 所以也有錯 但是我覺得 可能回應上面 月方這件事又沒有很準確地做到 然後下一個戰場 就是一個冷處理的問題 就是今天隔方也有說一個回應 今天 月方就有說 因為Chris Wall 他沒有去道歉 所以他就是做得不太好 比起Will Smith 他有悔意 隔方的回應 他就會說 因為 Chris Wall 是想難處理 他不想令整件事發大 這樣 就令到可能的傷害更加大 我第一次聽 我覺得這個觀點都是有趣的 而且我都會是接受的 反而我想聽一下月方的回應是什麼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月方的回應是比較相似的 應該去到台下發問 才真正有回應 對別人所說難處理的問題 但是其實難處理 他們應該是 一副 隔方一副已經有說出來 所以我會期待 可能月方的一副 或者月方的二副已經有回應 應該是比較可惜 不過不要緊 我們可以看一看 就是月方台下的回應 月方台下的第二條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按照你的邏輯 不回應 等於冷處理 等於不想這件事發大 就等於是好事的話 那是不是Will Smith 在你眼中都應該不回應 最好呢 因為他不回應 就等於冷處理 就等於你不會發大他的傷害 其實我會覺得這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 我也期望可能是 月方一二副的時候 是會用這個邏輯 但是因為月方一二副都沒有再說 那我就會覺得有點可惜 但我覺得這個邏輯是很適合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這樣 到底是否任何東西都冷處理最好 那是否在隔方眼中他不道歉就是最好呢 那這件事都是一個問題 可以問回隔方的同學 好 然後去到最尾 就是立場上的問題 我覺得今天雙方的立場 都未必是這麼清晰的 例如隔方他會不停問月方一些立場上的問題 他就會說 你覺得道歉就等於做什麼都可以的時候 那是不是我殺完人 我道歉就沒事啊 這樣子之類的東西 但是其實月方我想他的立場是有清晰的 就是又比較清晰說出來就是 他不是覺得打人沒有問題 只不過他覺得打人的問題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如果隔方你再不停問的就是 那我是不是打完人 或者我道歉就沒事啊 或者我的動機好就沒事啊 那我就會覺得可能會有一點點 類似就是沒有聽清楚對方的立場 對方的立場真的會跟你說 我同意打人是有問題 只不過他本身已經受到應有的懲罰 或者他本身已經被人譴責了 所以沒有那麼大的需要受到譴責的力度的時候 那我就會在這裡思考的就是 隔方會不會可以轉其他的問法去問呢 例如你應該問他的時候 那是不是我道歉就等於 我不需要受到那麼大的譴責呢 那我覺得方法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同樣月方來說 我也覺得可能有些立場可以再清晰一點 例如對面有跟你說的就是 那些什麼病情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那我都是見到是比較後先回應 還有例如人家有問你就是 那我是不是小時候受到虐待 將來可以殺人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你們都可以嘗試澄清多一點 就是不是我們今天我們從來都不是鼓吹暴力 因為這件事其實月方今天是有嘗試做到 但我覺得是做一點做會比較好 那評語大約來到這裡 謝謝 OK 多謝陳小姐 接著來我們有請拔稅南宵院辯論隊前隊長 劉半鏗先生 Hello 大家好 那陳小姐都說了很多 那我都補充一下 我就不重複整場比賽的文落 但是幾樣想說的 我就重點說一下 第一個想說就是 甲方結辯 講恩過 那我就在想 那究竟在這場比賽 大家都說了很多類似恩過的關係 但是這個我覺得對聖英應該譴責 哪個對 哪個錯 其實都有一些影響 我都值得一想想 那譬如 究竟在這件事裡面有些什麼才是真是恩過的 譬如 這是第一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就是 Chris Rock說完這個笑話 然後Will Smith就衝上去打 一個是恩 一個是果 好似看下去 那第三個就是 Will Smith 打完人之後 他就被人譴責 然後十年沒得再參加這個班長 甚至有機會是面對這個刑責 那這個好像辭者是恩後就是果 那在這三個情況下 我想大家聽完我說 都可能會有些歐頭 好像不是三個都是一樣程度的恩過 那我想 在這裏我想點出的一件事就是 其實好像 大家在場比賽裡面有一點點說到 所有事情一定是有一個原因 而是一個結果 然後 我們 譬如 甲方就說 我們不可以說仙鳥者戰 那不是說 我講完笑話 你怎樣打我都可以 但是去到後場就好像變成 其實大家都不斷在這裏說 究竟這個事話 合不合當 就是那個爭辯的重點 就好像變成 如果那個恩是 是真的確立了的話 那我們就要接受那個果 那我這裏想 就是介紹一個概念就是 其實有 就是所謂因果或者 就是原因的話 其實都有分 就是一個叫做充分條件 還有一個必要的條件 那麼 分別製作於有必要條件 就是如果你 譬如A是B的必要條件 那如果你沒有A的話 就必一定不會發生的 但是呢 有A呢 B呢都不一定要發生的 就是它是一個必要 但是不是充分的條件 那第二 反過來 就是如果A是B的充分條件 只要你知道有A 那B就一定會出現的 譬如我看到地下濕了 那我就說 今天一定是下雨了 那其實呢 下雨呢 是 下雨是地下濕了的一個充分條件 就是下雨的話 地下一定會濕的 但是 下雨是不是地下濕的必要條件呢 不是的 因為我可以有其他原因 令到地下濕 我可以倒上去 可以是潮濕的 那我想說這個原因 就是 就是 我覺得今場大家好像 將這些所謂的因果 或者究竟誰做的一件事 令到 有些什麼回響 譬如甲方所說的就是 第二個論點 Rules Smith做完這件事 其實呢 就是合理化了暴力 那所以呢 其他人就會 那 又或者是 又或者是 嗯 愚方啦 就會說 這個笑話 這個笑話 不恰當 那所以呢 就會令到 其他人呢 受到傷害 那但是呢 這些所謂的 因果關係呢 其實有不同程度的 的 必然的 的 因果 就是不是每一個都是這麼直接 下去 是 因為A 所以B 那我覺得在這場比賽裡面 大家好像沒有很所謂清楚這件事 那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就是 好像說到 我們就會不斷 嘗試回頭去說 究竟 英文的道歉 那看英文的道歉 就是看一下 究竟英文的大人 看英文的大人呢 就是究竟 看這個笑話合不合當 看這個笑話合不合當 就是看一下 我究竟以前有沒有說過笑話 那好像呢 所有事情呢 都不斷去回溯 一個我們嘗試去找究竟 那個根因是什麼 但是 在這個 這樣的情況出現之下呢 我就會覺得其實對於隔方來說 是不利的 因為我們嘗試不斷去找這個根因是什麼 其實我們就會發現 原來那個根因未必是他打人 而是可能是 再之前的一些風氣 或者你被月方 拉了下去說 就是說 其實隔方本身的立場就是 不可以說先寮者戰 但是月方開始說一些 先寮者戰 即不是先寮者戰 而是說說 究竟那個言論本身有多錯的時候 其實隔方就好像被人拉了下去 然後越說就越去了 說回那個言論本身 而不是說說打人的暴力 這件事本身是有什麼的錯 或者應該還是要譴責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家值得思考的 就是究竟我們在說 譬如打人這件事 對還是不對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去回數他的因果 但是我們要想的就是這件事本身 究竟有些什麼是值得譴責 或者不值得譴責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我們去討論完究竟 打人是有多錯 和說一個歧視的笑話 有多錯的時候 我們中間要有一個比較 我覺得今天好像 雙方就沒有 會跳入對方的戰場 去說究竟 這個是不是仇恨言論 究竟打人是否正確 會有什麼影響 但是究竟兩個行為之間去比較 哪一個是 哪一個影響更大 我覺得好像是沒有一個很正面的交通 大家會嘗試去說 這件事合理化了暴力 影響多了人 又或者是 講的仇恨言論 對於社會嚴重 甚至去到結局 就會說 原來這個風氣會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會有槍擊案 但是我會希望 聽到多些的就是 有一個直接正面的比較 就是隔方 你會拿粵方說 這些仇恨言論 最差最差 可以有什麼影響 然後跟你自己覺得 打人這件事 其實你覺得是有什麼影響 去做一個直接的比較的話 那我會覺得 那個 那個戰場 或者那個交鋒 就會可以再精彩一點點 那我想 都是想 補充一下 剛才講風氣的點 那其實 我也是覺得 剛才 粵方 雷風說話 要譴責 隔方說話要譴責 風氣 其實是 是一個有趣的點 那當然 我就會在想 那如果 講歧視笑話 應該譴責的不是歧視 講不是譴責歧視的人 而是譴責風氣的話 那其實 跟別人打人 這件事 那我是不是應該 不是譴責打人 那一個人 我應該譴責 我不剛聽 我就去打人 這個風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會不會好像又變成 大家那個標準 如果要放在一樣的話 其實好像 Will Smith 和Chris Rock 都是沒錯的 有錯的 是社會的風氣 那我就會覺得 如果去到這些位置 當然 越方沒有說到 但是我覺得 隔方提出這個 譴責風氣 是一個好 是一個有趣的點 但是你也想想 如果對方這樣說 你又要怎樣去回應 那這也是一個有趣 大家可以留下的 的點 是的 嗯 那接著呢 另外就是 仇恨言論 這件事 我覺得 由主編開始 就已經說了 這個笑話 不僅僅一個笑話 這麼簡單 其實呢 他的所謂的效果 就是他其實會淡化一些 歧視的言論 然後呢 這個又不是第一次 他講這些仇恨言論 就會令到 對於社會 對於個人 都是有 一個負面的影響 那我覺得仇恨言論 這是一個 就是越方都應該值得 要講的點 因為如果純粹就是 一個笑話 我受到傷害的話 就是好像這件事很個人 好像好 就是比起打人 或者是 肢體上的傷害 其實好像 尤其是我們看完上一場 都好像覺得 會不會 就是對不上嘴 就是好像比較不了 但是仇恨言論 我覺得強的那個位置 就是在於 這是一個結構性 整個社會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的理解 仇恨言論 大多就是一個 在社會上 受到優待 或者結構上 欺壓人的一群人 他是不斷地去說一些歧視 仇恨的說話 去傷害一群 一直以來 在社會上結構上 受到打壓的人 那就是譬如 如果一些白人 是說一些說話 去不斷去罵黑人 那麼這個 本身他們社會上的地位 就是白人是欺壓黑人 在西方的世界面 那麼他再說這些說話的時候 他那個傷害就不單止是那句說話本身的含意 而且是包含著很多歷史的包袱 包含著很多心理上的壓力 以及會做到的傷害 所以這個就是仇恨言論 我覺得 第一就是大傷害的地方 以及作為一個論點 是強的地方 但是呢 在今次變形的英文上面 我覺得是要再小心點去展示 既然如果粵方將這件事 擺了做你們的主線的根本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就要想清楚究竟 在這個情況底下 究竟Chris Rock說的話 算不算是一個仇恨言論 如果以我剛才那個定義的話 那麼在這個社會裏面 其實沒有JADA的病人 脫頭髮的人 其實是不是結構性地欺壓著 或者是打壓著有JADA的病人 當然他們可能會生活上有很多不便 他們是真的不開心 但是究竟是否有這個打壓的存在 而且他說這個話 是不是真的帶著仇恨的目光 去嘗試去帶來一些傷害 為JADA和他的族外 那我就會想 這個是粵方需要去證明的 才可以說到 其實這是一個仇恨言論 受到傷害的人 不單是JADA本身 而且是他整個這個 有他這種病的人的社會 我覺得這個是余方今天沒有說到 當然了隔方沒有追問他 但我就會想提醒一下 如果你要提出仇恨 原來這個這麼強的項目的話 其實你就要在推論上面 要去論正 花多一點時間 最後想說到一件事就是 我也覺得有趣的一個項目就是 那隔方就說了 其實所有笑話都一定會得罪人 怎樣都是這堂是笑人的 那是不是頒獎勵 甚至於這個世界 就不應該還有笑話 那 那 愚方的回應呢 其實就基本上就是說 笑話呢 就要看當事人接受 知不接受到的 那譬如白紙接受到別人笑他肥 Jennifer Lawrence 笑 接受到 甚至乎自嘲賣天 自己掉到地下 那 那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這些笑話是全部都是 即是有些 有些是即場爆肚 譬如Jennifer Lawrence 那個 或者八字那個 都不會跟他溝通過先的 那 在他講完之後 你才知道他接不接受到 譬如在JADA的情況 其實都可能是這樣 可能如果JADA接受到的話 那件事就沒事了 可以這樣說 但是 這個問題就是 當我們去想 好不可以講這個笑話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那個 當事人的反應是什麼 那 究竟我們是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 就不 今天要討論的其實不是 應不應該說那個笑話 因為我們說那個笑話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當事人的反應是什麼 除非那個笑話已經被人說過 今天就炒難了 如果不計這個情況的話 我們今天應該討論的是 講完這個笑話 我們不知道當事人的反應是什麼 但是當他反應了之後 我們應不應該要譴責 或者講笑話的人 或者講笑話的人 應不應該要道歉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今天 就是辯題討論的核心 那我覺得 就著笑話這件事 其實雙方都有幾個內容 但是 好像就沒有說到 就是大家可以說這個笑話 合不合當 一邊就覺得合當 一邊就覺得不合當 或者是一邊就覺得 如果你用這個標準 這個世界就不用笑話了 但是我覺得要討論的就是 當我講這個笑話出來 我不知道結果是什麼 然後有人受到傷害的時候 我應該要做什麼 或者這件事 會怎樣告訴我們 我們以後講笑話 應該要怎樣去選 我覺得這個是 就著笑話這個戰場 其實是可以再深入去討論 而不是就這樣 例如打一些例子 就說這個可比這個不可比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一點補充 想大家可以回答 謝謝劉先生 最後我們有請 香港就美大學 中文辯論隊前隊長 李智欣小姐 說我們給評語 有請李小姐 好 大家好 首先多謝蔡會的邀請 那我就 都不會有好長的評語 因為兩位評判都說了很多我想說的內容 那我主要是想提出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 場比賽如果大家是覺得 聽得辛苦的話 我覺得很主要是歸因於大家的雜訊很多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聽到雙方提出了很多的資料 去證明一件事 但是首先 孤密論你證明那件事 是不是這個辯題需要的 而我會想知道就是你證明完 就是你很努力證明完那件事之後 你的結論和這個辯題 想你論證的內容又是不是相關 就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有點薄弱的 就是我舉例子 例如今天政反雙方有個位置 就是互相嘗試去論證到底 本身那個笑話的文化是來自於什麼 正方就會去論證 其實本身的笑話文化就是 本身奧斯卡已經有的 由另一邊就開始去論證 對呀 以往我們是不會人身攻擊的 我會想知道 就是到底以往有沒有這一類型的笑話 或者是你以往怎樣去舉辦一個頒獎典禮 和今天他這個講了一個侵犯一個人的笑話 而這個笑話引發了一個掌摑事件 到底這個關係在哪裡 是不是 就是我反過來想 是不是你以往沒有掌摑事件 就是以往沒有講過笑 等於這個笑話是不合當的 或者是你以往有講過笑 等於這個笑話是合當的 那如果你論證不到這個關係的話 其實你前面用很多的時間 或者很多的資料去鋪斷這個結論 未必是有助於你去爭取這條變題上面的優勢 那又或者反過來 例如今天 月方會用很多筆密去形容 例如 例如Chris Rock他 講完這個笑話之後 那些人稱讚他 那就證明了他沒有得到足夠的譴責 但是這個論證和他的結論 是不太相關的 因為原因是 那些人稱讚他 可以是因為他沒有問題 未必是真的因為 他譴責力度不夠 然後你反過來 會說 其實Will Smith去打完人之後 那些人不停踩他 攻擊他 所以就不公平了 但是這件事足不足以你去論證 哪一個的譴責力度要大些 因為我覺得這個論證 坦白說 有點奇怪 因為例如 我當 有個殺人犯 你們喜歡用殺人的例子 有個殺人犯 他被人強力譴責完之後 不等同於說他很慘 被人強力譴責 還是你會覺得他被人 小聲譴責 等同於他譴責力度不夠呢 就是我覺得這個論證的過程 和你最後想要個結論 未必真的很相符 所以這個論證上面可能要小心一點 所以具體一點來講 我會覺得今天雙方提出了很多資料 而那些資料我覺得是很充分 但是問題就是 我不清楚你這個資料最後 你想要一個怎樣的結論 從而去論證 到底這條辯題 後中所說的譴責是 譴責哪一個的力度會比較大 這個是第一 第二就是 那個歸恩的問題 就是今天這個比較大 可能是隔方的問題 例如隔方會將 我不應該將定性了一個問題 這個現象 我幾忠誠一點 就是這個現象 例如隔方的說法就是 他之所以會說這個笑話 是因為背後的笑話文化 帶動了他 令他要說這個笑話 有趣的論點 但是問題是 我會想聽的就是 為什麼在這個受文化影響之下 一個不恰當的行為 等於這個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 就是你可能去說 就是他被迫的 或者我不知道 就是例如 我當我用那些瘦就是漂亮的標準 在一個瘦就是漂亮的標準的文化底下 那些公司去逼那些藝人去減肥 那你又不覺得那些公司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些公司真的在純認著社會的潮流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不是很絕對 是有得爭的 就是說你去說 其實他都只是笑話文化的裡面 一個受害者 你可以這樣去爭 但是今天在場上的表現 我覺得鋪墊是不足夠去支撐你的結論 因為始終你要論證到其實 他是受文化影響 他也是無辜的 他在無奈之下 因為他的工作成績 要跟隨這個文化 才會衍生這個問題 所以他不應被譴責 這個論證是有難度 而且是需要長一點時間去鋪墊的 那所以我會覺得 真的打算打這個笑話文化的話 我就寧願你早點開始鋪 就不要真的當它一個反駁去處理 因為對於你立論來說 我都覺得是有幫助的 那所以去到最後的最後 我覺得今天雙方做得好的地方就是 今天雙方在立論和在偽化對手方面 我覺得那個對比是明顯的 很明顯去到最後真的 在這裏面提想你們討論的東西就是 到底肢體的暴力 和語言上的暴力 何者更應該被譴責 那你們的考慮更加全面 就是你們會考慮場合、性質 以往的包吱點 舉行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去到最後 最起碼 這裏面提希望大家討論價值 我覺得是能夠討論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場 OK的辯論比賽 那評語大概到這裏 加分給主席 謝謝李小姐 在公布賽果之前 首先為大家公布本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月方劫辯 全灣觀立中學林卓旋同學 恭喜林同學 現在會為大家宣布今天的比賽結果 今天的辯論是 今天的比賽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